重生回到末世前十天屯一万吨鲜肉 吃得越多升级越快 我觉醒领域后遇到了两个半觉醒者 小子今天遇到我算你倒霉 他一拳就向靓仔打去 随机怪异的一幕发生了 男子的拳头竟从靓仔身体穿了过去 什么情况 这人明明在我面前 为什么我却碰不到分毫 一股强烈的不安感在心底蔓延 我转身瞬间刺穿了蓝衣男子 后方几人都看呆住了 另外一个同伙刚想跑 同样被我瞬间解决了 看来这个半觉醒者也不怎么样嘛 其余的几名幸存者哪见过这种场面 直接被吓哭了 求你别杀我们 找了我们吧 我打量着这三人 普通人对我的意义也不大 嗯 我不会碰你们的 真的吗 我点点头 我又不是魔鬼 以后你们少信这些陌生人吧 这次还好 你们遇见了我 突然无外传来了壮心声 幸存者三人面容死灰 完蛋了 是那只牛王 肯定是我们声音太大把他吸引过来的 墙面被撞得轰轰作响 很快就被撞开个大口子 而我站在原地 饶有兴趣的打量着这头便宜兽 这么大块头 看起来很有食欲的样子 身为一个狮王 主打的就是一个吃字 什么 你竟然想吃它 你们就别管了 赶快走吧 这里交给我了 那你小心点 我们就先溜了 牛王刚想冲上来 我就使出了食欲 刹那间 我眼中冒出红光 食欲向四周蔓延开来 牛王刚接触到领域 随即身体一抖 巨大的压力向它袭来 直接将它压倒在地上 不能动弹 看来这食欲领域 对于变异兽 也有巨大的压制力 我拿出匕首 走上前寻找着什么 因为这只牛已经变异 体内肯定有精盒 我看着眼前的精盒 一口就将其吞下 叔父 这精盒能量精纯 感觉自身的实力 又增长了许多 这只牛王 也被我收到了储物空间内 这些肉也是宝物 带回去给小弟们尝尝 搞不好它们就能进化了 接下来我回到家中 桌子上摆满了肉 我正在美滋滋的看着电视 欢迎收看直音新闻 接下来告诉大家 一个不好的消息 最近我们发现 不仅人类会变成丧尸 还有很多野兽也变异了 并且变异后的野兽 比丧尸还要可怕 跟下半 我刚就解决了一个 可见外面现在是危险重重 到处都是怪物 不过我根本不担心 我每天在家里 还有小柔伺候着 房子外面 还有三名小弟把手 不过让我惊讶的是 这三名丧尸小弟 在自由活动期间 竟然也收了上千只丧尸 作为手下 现在看来 无论是觉醒者 还是变异兽 都不敢轻易到我家来造次了